海地總統摩伊氏遇刺第一夫人大難不死 還在美國邁阿密醫院治療的她 十號首度發生 露營揭露丈夫被害原因 馬廷類肅夫妻攜手打拼25年 絕不能讓丈夫的鮮血白流 不能讓國家迷失方向 海地警方目前鎖定的28名嫌犯 過半是哥倫比亞退役軍人 然而現在有越來越多傭兵家屬 現身說法質疑親人被栽贓 在槍戰中被擊斃的傭兵卡帕多 胞妹受訪稱哥哥曾表示此刑事受固 當保鏢抵達海地還傳了制服罩 受訓罩煞有其事 以他瞭解哥哥絕不可能做行刺之事 最令人不解的是 傭兵居然能不費吹灰之力 進入戒備森嚴的總統官邸 摩依氏身邊世衛甚至毫髮無傷 究竟有沒有內鬼 檢方已經傳喚總統衛隊隊長 安全部長及兩名資深保鏢 接受訓問 就目前政局 海地參議員認為 九月不該應辦三合一選舉 海地請求美國聯合國派兵維安民間也反對 認為外國軍隊進駐只會惡化情勢 當各方政治勢力蠢蠢欲動 海地想自保更添變數 環宇新聞許第三綜合報導 請您繼續鎖定環宇新聞網 以及YouTube環宇新聞頻道 並且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接收更多全球新聞報導